你好 欢迎收看TNews 林波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新闻一开始看到台中国道4号台中环线风弹段 在今天正式通车 赤资305亿打造全朝11公里的道路 不仅保留了两处的文化遗址 更避开了两个断层 路程上往山海线更可以省下15至20分钟 请用剪 手拿金剑将红彩带一刀剪下 国道4号台中环线风弹段 最近过10年的努力下 终于正式通车 有效疏解拥塞车潮 行政院长苏贞昌业特地南下 一同与市长卢秀燕见证历史一刻 现在我赶到台中来 和我们相亲一起来感谢过去6年来 辛苦的工程人员打通了台中最重要的 这一条环状的公路终于可以在年前统治 那我是推育知道他们为了这条路争取已经十几年了 那不但争取成功 而且全线是由中央买单 地方没有出钱 由中央赤资将近305亿 兴建全长11公里的新国道4号 从风源端起高架跨越台三线 往南再以隧道穿过风源南侧山区 跨越乌牛蓝溪经过潭子新田 最后衔接74线 全线桥梁6座穿越三个隧道 路程上国寺从山城衔接台74线 可以省下约20分钟 另外从潭子到海线只要15分钟 那整个我们台中市的山海囤就可以完全连结起来 另外国道1号3号4号还有74号也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路网 此次在诗座上也遇上两个断层及两个遗址 也展现技术不只抢救文化保存 也更加强结构稳固 以后隧道碰到两个这个遗址的问题 那这部分也很谢谢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跟交通部一起合作 大概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一一把这个遗址做一个抢救 另外刚才谈到 在山区他碰到的侧隆浦跟山益两个断层 那在断层里面刚才谈到 我们用加进党土墙的方式 另外是一个大垮件的钢桥 把他避开 国四风谈断完工后 民众无论北上南下都不用再绕到市区 要到谷关新社也可从国四风谈断下 有效分流春节也不怕塞车 让台中路网迈向更大一步